你们俩给婚姻打一个分吧 满分是一百分的话 你打多少 四十分吧 不及格 你打一个 七十 七十 有这么大的反差 你这个分为什么这么高 就是我觉得 我们俩还 我还想一起在一起 客观地用三句话 评价一下 你对面的这个男生 他其实他也有优点 但是对于我来说 好像缺点多过于优点 第一句话 他不是一无是处 但是在我这儿 确实我很受伤 第二句话 我觉得 他站在我面前 感觉特别陌生了 不了解他感觉 一个让我看不清的男人 第三句话 我没有什么 可以对他说的很多的了 你呢 评价一下你对面的女人 我觉得他也蛮 蛮努力的 他是一个努力的女人 第二句话 对于工作 他也蛮愿意吃苦 一个能吃苦的女人 第三句话 只是碰到一个像我 像我这样的男人 我对他 在某些方面 确实做得不够好 结婚四年 我们看到了一段 特别现实的婚姻 就摆在我们这儿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听你们两个的沟通 我真的觉得心里很难过 因为其实都是很年轻的人 但是把日子过成了冰冷 我想先说一下男孩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哪还有一点点 年轻人的朝起 我想从你结婚以后 你整个的人生都在逃避 逃避责任 逃避对妻子 对孩子 对父母的责任 我觉得今天你看看 对面的这个女人 她一心地爱你 想要和你结婚 想要给你生孩子 想要和你的大家庭在一起 难道这些 不值得你振奋精神 去好好活一次吗 我知道你心里想说 我太年轻了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结婚 没有想好去做一个父亲 但是孩子已经有了 妻子就在你对面 你的肩上 就是担着这些担子 你扔得掉吗 扔不掉就去面对啊 我也想跟女士说 其实虽然她的状态 非常的不好 我认为她没有 负起一个男人应该负的责任 但是说你 你把自己的婚姻 过成了像一个人的日子 这不仅仅是她的问题 你也有问题 你分明知道她 没有做好准备结婚 你分明知道她 没有想要做一个父亲 你把这一切的生活 那么有勇无谋地 扛在了你们两个 小年轻的身上 你扛不动啊 所以既然已经做了 这样的选择 我们除了一直在指责她 抱怨她 是不是能够想一些 积极的方法 当她想和你沟通的时候 你回应给她的全部都是 曾经扎你心的那些事 这些固然是她的不懂事 是她的错 但是这样说 只能让她越走越远 我倒是真的觉得 你们似乎应该冷静一下 想想我们的生活 究竟在谁负责任 谁不负责任当中 过好自己的日子 男人做个男人 女孩自己选择人生 要更坚强一点 谢谢